的确平时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明星参加各种新片发布会的画面 像刚才说的一样 事实上对于明星来说 每一次自己的作品面试之后为新片宣传也是一种责任 这两天半冰冰马不停蹄地为新片万物生长来做宣传 因为他是顶级的明星艺人 所以身边的摄像机真的是很多 而且无孔不入 所以想要无死角的美 就必须从下车的那一刻开始小心 当保姆车缓缓从远方驶来 就算知道里面是范冰冰 可要等到他下车肯定也不会太容易 第一个打头阵的通常都是明星最贴心的助理 而为了保持最美的样子 范爷下车的样子肯定也不想被拍到 这个能不能先 咱就先不停 然后我们先随便拍到边 可就算助理挡了一道 范冰冰下车时候还是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形象 因为面对摄像机一不小心 明天的网络上就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照片出现 为电影宣传当然是要打扮得美美的 身着花衣上的范爷 当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要接受摄影媒体的追拍 这是工作的起点 围观群众太多 完全不影响 被周遭闪光灯和摄像机包围 这才是大明星独有的发 平时网上看到的接拍照片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 当然对范冰冰而言 当天所有工作的重点只为了一件事 那就是宣传新电影《万物生长》 这一路上她要时时刻刻准备好面对任何有关电影的话题 就算突然面对不利话题也要瞬间化解 当然做节目时候光为影片呐喊 诸葳 甘叔是不够用的 想要在宣传上有话题当然得找 找不到也要乐于分享自己的隐私 调道戏中蹦极的戏马 这些麻烦也瞬间流露出小女人神态 并感慨对另一半的渴望 协论在线综合报道